美國陸軍之前宣布,通用動力地面系統 原則價值11.4億美元合約,負責開發機動防護火力輕型坦達計劃。 這亦是美軍繼1969年至1997年服役的M551謝里登輕型坦達後,53年以來,第一款全新的輕型坦達設計。 機動防護火力計劃是美國陸軍在2017年提出,一共有通用動力地面系統和BAE System兩間公司進行競標。 BAE系統採用美國聯合防務公司在1992年推出的M8輕型坦達做基礎。 當年M8推出是為了取代M551謝里登,但由於冷戰結束經費財減而取消。 BAE的M8MBF基本重量為17.5公噸。 加上陶磁和反應裝夾後便達到23.6公噸。 而且採用橡膠離帶,可以減少行咒的噪音,減少30%油耗和80%維護需求。 主武裝可以選擇105毫米輕量化主炮或35毫米機炮等。 CDLS就是用英國AGES步兵戰鬥車的底盤做基礎。 開發出C就二輕型坦克。 主武裝是105毫米XM35主炮。 將來亦可選擇120毫米XM360輕量化主炮或50毫米XM913機炮。 重量就依任務搭配,可以由27噸至50噸不等。 XM35低後載力扇塘炮。 它的設計亦是基於L7扇塘炮。 兩款MPF扣形都會被先進的偵測、火控、電子、任務和通訊系統。 而且可以選用以色列的鐵拳主動防禦系統, 去抵抗無人機或者反坦克火箭的威脅。 Bae的M8MPF扣形雖然重量較輕, 有利美軍進行全球部署。 但由於M8底盤本身已是三十多年前的設計, 已到達可升級的上限。 所以未來升級彈性較大的施袖可能因此而被獲選。 美國陸軍說,依照這份11.4億美元的合約, 將會先採購96部施袖。 第一批26部預計在2023年底就要交車。 而將來陸軍總採購數量將達到504架。 整個計劃的周期是三十年。 預估的預算是170億美元。 自冷戰結束之後, 美國陸軍的裝甲車輛就因缺乏對手, 就沒有大規模的變化。 而當戰略轉向大國競爭之後, 和近期的俄烏戰爭情勢, 美軍在歐陸和西太平洋地區都可能遭遇到強力的對手。 所以陸軍一定要加速更新裝甲部隊, 去因應未來的威脅。 MPF將會成為美國陸軍輕裝部兵師配屬的專用坦克。 按照現在的方案設計, 未來美國陸軍的每個輕部兵師, 都將會裝備一個型的MPF輕型坦克。 它作為最重要的C屬裝甲支援力量。 MPF雖然講求快速部署, 但它與M551不同, 就不可以空頭, 但方便空運。 一架C-17可以運送兩架MPF, 方便快速部署。 C-12秉承美國陸軍坦克的傳統, 不採用自動裝彈機。 原因同樣是, 可以增加載彈量和作戰彈性。 在火控方面, C-12沿用M1A2主戰坦克的新型火控系統, 用第三代以成像瞄準具, 具備先進的簽列功能。 它的底盤設計是基於通用動力的 Escot 步兵戰鬥車。 在機動性上, C就易採用MTU底特律柴油V8發動機。 功率可以達到1100匹馬力。 而且放在車頭, 可以增加對成員的保護。 MPF全車就用鋁合金裝甲, 有效降低全車重量。 它的車頭可以抵禦30毫米機炮的攻擊。 考慮到, 這款車的戰鬥全重只是34噸左右。 用這麼大馬力的發動機, 就說明它的機動性就不會差。 所以, C就易贏了MPF項目的重要原因就是, 與美軍現役的M1坦克有很高的共通性。 很多零件和系統都可以共用。 而且是用柴油發動機, 都很方便後勤補給。 美國陸軍推出MPF計劃, 主要是為了填補步兵支援火力。 所以MPF的定義其實就不是坦克, 也沒有編組在裝甲師裡面, 而是編組在步兵師裡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空降師。 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步兵旅級戰鬥隊 提供詳情的直接火力, 可以摧毀敵方攻勢和輕型裝甲車輛。 現在美國的步兵戰鬥單位缺乏 可以提供直接火力支援的車輛。 MPF可以為步兵部隊提供機動和具防護力的火力支援, 保持攻勢速度。 所以MPF從來都不是設計去和敵方的主戰坦克對陣。 他車上的105毫米主炮, 主要是攻擊敵軍的攻勢和輕型裝甲車輛, 並不是設計來擊穿敵方主戰坦克。 而一個輕步兵師就會配備一個MPF營, 有需要再向每個步兵旅級戰鬥隊配置一個MPF連。 MPF另一個特點是降低維護需求。 MGS被退役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唾線率很低, 需要大量維護人員保養。 MPF的組成和一般的坦克部隊不同, 和主戰坦克營不同,MPF營就不會獨立執行任務。 比起主戰坦克營, 在MPF營的營布連之下, 配備、情報和通訊人員都會減少。 另外,就增加了訓練和運輸人員。 而MPF營的維修連會為每一個MPF連提供相同規模的維修人員, 包括M88裝甲回收車。 當然,現在MPF在裝備上還有精進的空間。 MPF裝備了槍聲探測器,可以快速找到敵方射擊的位置, 有效協助步兵。 不過,現在MPF就沒有配置自動武器槍塔, 也沒有主動防禦系統, 不可以應付敵方的反坦克飛彈攻擊。 但無論如何,MPF的伏役也可以大大加強美國陸軍步兵單位的戰力。 看到進攻時,可以有效保持攻擊勢頭。 好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記得按LIKE,分享給朋友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已經開設了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和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吧!